今天教大家做一道很多老铁都吃过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的加上菜 准备两个大鸡腿给它剁成块 然后咱们冷水下锅 提前准备好的香菇也给它倒锅里 大火烧开 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撇一下 要不然这样诱上了它不好清洗 把它们焯水三分钟 然后烙出去用清水洗净 准备两个大底豆 咱们给它切成大一点的块 接下来先把锅烧热 然后加入半勺凉油 有热之后加上大号的葱和酱 给它炒出香味 然后把所有的食材下锅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袋 这个北方大熟的黄焖调味酱 平时能给老铁们六个 现在都是给老铁们八个 这个酱非常好吃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 可以做各种的黄焖鸡黄焖鱼 各种黄焖青菜 小火慢炒 咱们把这个酱炒出香味 炒至这个鸡肉变颜色 我每天就用心的教老铁们做每一道家常菜 有双鸡的话 记得给小方点一个吧 感谢大家 这个糖不需要加太多 跟鸡肉一瓶就可以 开锅之后转小火 给他炖15分钟 炖吃的时间到了 放点这个红绿辣椒 这个菜有的老铁叫黄焖鸡 我们东北叫小鸡炖土豆 不管叫什么 就记住一点 把这个土豆炖的啊 面面糊糊的 这老师弄他二两 高低能把皮鞋给你喝丢了